那大家这里也可以看到 闯红灯原本是发300块的 那现在是50% 它就会自动出现150块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宋宫频道 前几天我们的交通部长不是宣布了 到今年的6月 所有的RWATS发单有50%的折扣 那RWATS发单我们也知道 就包括了超速跟闯红灯 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起 之前我跟我家人去医保的时候 有一个晚上 我们好像两三辆车去找好料吃 那也知道很衰的咯 就是我哥哥跟我姐夫 我最后一辆车 我为了要赶上他们就不小心闯了红灯 然后记得那个晚上闪了一下 我心里就想完蛋了 后来我还给我的家人他们笑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赶快去JBJ App check一下咯 果然啦,真的是有一张闯红灯的发单 所以趁着这个好机会 我们今天的熊猫教设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通过MyJBJ App CheckSummon 以及还Summon OK,那首先当然是打开MyJBJ App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有Summon Inquiry 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我们中Summon的那个车牌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IC number 所以点进去了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名字 IC number 我们的车牌号码 然后我们所犯的错误啦 它的offense 这里写的是Gagal 然后我们的Summon number 然后还有我们offense的那个日期 Notice Type 这里是写Summon AES 然后Amount这边 它写Action Amount will be determined during payment time 就是找还的话 可能会比较便宜 OK,那么直到了我们Summon的detail过后 我们回到首页 接下来我们滑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Summon Payment 点进去看 OK,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出现 我们的车牌号码 我们的Summon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付款的金额 那大家这里也可以看到 厂红灯原本是发300块的 那现在是50% 它就会自动出现150块 那接下来我们就选择我们要还的 这里就出现Baya Satu Suman 150块 点一下 OK,这里一样会出现我们的名字 IC number 车牌号码 然后罚款金额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Payment Method Please Select 点一下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 还款的option 有Credit Card 跟FBX 由于Credit Card的话很麻烦 要输入很多资料 那今天我们就试用FBX OK,Select Bank 我们Select Main Bank to You By Click the Pay Button You will agree to the FBX Terms and Condition 接下来我们按Pay 它会要我们confirm 是不是要还150块 Yes OK,接下来当然就Long In 我们的Bank Account Long In 了过后 我们就像平常这样 不管是我们在online买东西都好 就是直接Select 要from哪里的account 然后按Continue 然后跟着就Follow Instruction 去付钱 OK,比方说我是用Maybank的话 就要去Secure to You 按Approve OK,Approve Payment过后 我们就要回到JBJ Apps 去Complete那个Transaction 这里就点I've approved My transaction via Secure to You OK,Payment Successful 接下来就Return to Merchants Page OK,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已经有Receipt了啦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unprint啦 这么没有反应的 JBJ注意一下 So,按了print了过后 它就start在这边 我已经等了将近一分钟 还是没有反应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Crit出去App 然后再Log In的话 看可不可以看到我们的Receipt 再点开MyJBJ App 我们一样滑下去看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Transaction History 点进去看一下 OK Either可以输入我们的Receipt Number Transaction Number 既然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试一下Select Date 就是今天 OK End Date 也是Select今天 OK 然后滑下来 我们看Payment Channel 我刚才是用Mobile Apps 就select一下 按Submit OK 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Payaran Notice 这里我们可以点View Receipt OK 我们的Receipt就出来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Button Download这个Receipt 这里通常我会选择 Download去我的Google Drive 然后按Upload 这样子我们的Receipt就Save起来了 那以上呢 整个就是通过我们的MyJBJ Apps 检查我们的三万 以及还交通发单的过程 那如果大家的身边有任何的长辈 或者是亲戚朋友 不懂得怎么样还的话呢 大家可以分享这个视频给他们看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想看我在录哪一些教学视频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